印尼有越来越多本土厂商抢工美妆市场大饼 近日举办的雅加达美妆展 有400多个美妆保养品牌参展 其中高达7成参展商是印尼品牌 台湾这次也有5个品牌参展 积极投入印尼市场 美妆展吸引不少印尼民众到场试用 看看哪些品牌最适合自己 来自台湾的跨境电商Rocket Indo专门代理台湾及各国品牌到印尼市场 今年首次在雅加达美妆展设立独立展区 共展出5个台湾品牌 以粉红色为基调的柜位 吸引印尼消费者目光 我们希望能够把台湾很多很优质的美妆品牌 包括 skincare或者是 makeup 或者是像洗髮精 能够就是推广给印尼的消费者 希望能够透过实体通路的一个曝光 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知道我们公司的品牌 也知道去了解说很多台湾的品牌 事实上是非常的优秀的 印尼最大美妆网站 女人日志执行长哈尼法观察 印尼有超过2.71人口 肤色从浅色到深色都有 本土品牌已经习惯为不同肤色打造不同产品 能够服务不同的消费者 也有能力进军国际市场 中央社会的李宗宪雅加达报道